这里是大型互动 时长招聘节目 飞女莫属 欢迎节目主面试官 乌磊 谢谢大家 谢谢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 飞女莫属 我是涂雷 欢迎所有来到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飞女莫属 由港容震蛋糕 独家幻名播出 港容震蛋糕 飞女莫属 港容震蛋糕 好吃不上火 热烈的掌声 送给12位老板 有请第一位求职者 互联网 是我们现在 一个发展大趋势吗 还是比较喜欢回货 说实话 我因为是二本 所以主事很有竞争力 所以就希望 自己能够通过 积极的一些 实习的锻炼 然后增加自己的 一些能力 稍微弥补一下 这方面的劣势吧 冯林二三岁 河南人 上海商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大家好 我是冯林 来自上海 河南人 本科是一名 即将毕业的 应届毕业生 本科就读于 上海商学院 电子商务专业 今天来到 分影莫属的舞台 希望在这里 谋求一份助理类 或运营类 或者各位老板 认为我适合的工作 工作地点 希望在北京 谢谢大家 冯林实际上也特别好 然后呢 这个实习经验 特别的靠谱 大二的时候 是在三国沙 这个公司做运营 然后在 齐家网 国内很大的一个 家居网站 也是做运营 然后在猎头公司 做个HR的助理 最近呢 是在百姓网 也是做互联网的运营 所以我觉得 你的实习的经验 非常接地气 也非常贴近互联网 然后你求职方向的 也是互联网运营 专员这样的工作 而且你的形象和气质 是特别适合 当老婆的那种女生 她曾经拒绝过 很多男生的追求 是吗 对 所以冯玲我推荐 好 谢谢 谢谢 虽然是应届生啊 但是有很丰富的 实习经历 刚才所说的 三国沙 齐家网 还有百姓网 你觉得哪一段 拿出来说一说 能够体现你的能力呢 我觉得可能是 猎头公司那段 和百姓网这段吧 那咱就说说这两段 好吗 好 我在一家 每次猎头公司 然后是做 人事部的实习生 日常工作可能 是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 打一些陌生的电话 第一天去实习的时候 我的主管 在第一天结束的时候 跟我讲说 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实习生 敢在第一天 就打电话出去 但是你却 打了38个电话 然后我是觉得 上级有交代工作 那么我首先考虑的就是 要怎么去完成它 有什么困难 需要去克服 然后去克服它 你演示一下 我还没接过猎头的电话 因为我们不是人才 让我们这些非人才的人 感受一下被猎的感觉 来吧 对 好 喂 您好 请问是吐蕾先生吗 是啊 你好 我这边是一家 每次猎头公司 请问您现在方便讲话吗 你要干什么 是这样的 我这边看到您的一些经历 过往的经历 觉得您很优秀 我们这边有一些职位 想要推荐给您 我都不觉得我优秀 您客气了 太谦虚了 从您的经历来看 您是有非常丰富的主持经验 那么现在有一家公司 待遇非常好 我这人一般不注重薪酬 注重认可度 您有这个能力 那么对方的领导 肯定一定会给您 高度的认可的 那你让我走了 我怎么会对非你莫属做交代呢 您是有非常高尚的职业 有有有 千万别说得我那么高尚 我反复素子一个 您太谦虚了 不然这样 您有邮箱吗 我可以先留一个您的邮箱吗 我把职位的简介先 帮助您邮箱 我听你的口才不错 要不来过来做我的助理吧 谢谢 谢谢 我这边也是觉得 还是可能做猎头比较合适 谢谢您对我的赏识 那算了 既然你也不想了 你也猎不到我 我也猎不到你 那就咋了拉倒吧 谢谢 你真傻 太幼稚 你马上说 可以啊 突然我特别喜欢你 那咱们见面喝个咖啡呗 你就见面了 到底谁猎谁 你经常用这种手段 去猎咽 我们是猎人才当的猎咽 对吧 在这环节可以看得出来你 其实在过去中 应该属于最初级的一个猎头 对 我是只是对候选人 做一个筛选和初步的电话面试 他是做这一部分 对 因为是HR的实习生 他们公司内部的HR 不是做猎头的 来 第二个阶段的经历 说一下 第二段经历就是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 是做的运营 我做的工作就是要去联系 有哪些APP会有意向 可以来接入我们的SDK 我做的可能就是这个初步的客户的接触 需要BD的一个能力 彭琳我看你在百姓网是转正了是吗 你就有转正的工资 对 拿到off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留下来呢 当时是想过留下来 但是后来跟家人商量之后 是工作地点的转变 然后就 那你对工作地点有很大的要求是吗 是希望在北京 那你去前一家公司和这一家公司 你去之前你是怎么思考 你这个职位的一个规划的 你觉得你去这边 要获得一个什么样的能力 因为之前也没有做过人事 然后是投了简历 就海投那种 每个职位都想尝试一下 刚出巷门 可能对自己认识不是很轻 需要去有经验的人 去领导最长的职位 我们做的这个大学期间的 实习经历还是非常丰富 所以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 值得栽培的一个了解 再了解了解你吧 刚才沐妍还透露出一个信息 说你的生活当中 经常拒绝异性什么 拒绝了蛮多异性 没有啊 跟我们说说这事吧 因为一个女生 如何拒绝一个男性的追求 往往是一种智慧的展现 比如说我是她 你怎么说的 我知道你非常喜欢我 我也特别感谢你的欣赏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感觉 或者是说缘分吧 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没有太多的共同话题 可能我的性格比较独立一些 你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小鸟一人型的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太合适 也不想耽误你 所以我觉得还是分开比较好 来我们这样啊 我们刚才说了 每位女生拒绝男生的方式体现着她的智慧和气质 在座的五位女老板相信也拒绝过追求者 这是肯定的 我们来听听她们的这个拒绝方式是怎样的 好吧 我们请穆颜来扮演这个追求者 我们来看看每位老板 女老板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拒绝 穆颜是高手 好吧 很难被拒绝 李雨昕你先来 穆颜开始 咱俩认识也好几个星期了 其实我一直没跟你说 我大二的时候 那时候我初恋 初恋那女孩跟你特别像 是吗 后来就是她出国了 我们这个就一直就 就等于一直是个遗憾 后来我才了解你还单身呢 我也单身 你看咱们俩要不 穆颜我觉得你最近是不是挺闲的 穆颜你说这话 我一点都不信 我那天还看你跟另外一女孩 说一样的话呢 OK 好 这是李雨昕的拒绝方式 这不是拒绝 这是说我这人有问题 我一般就是把问题推给别人 让她先去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 张杨杨自告奋勇地要来求爱 你向你旁边的神仙姐姐求爱 神仙姐姐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已经爱上你了 你就是我从小梦里边的 那个梦中情人 你能接受我的爱吗 请问你多大 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心意 我觉得有很多女孩子会喜欢你 你会有足够的机会选择 适合你的女孩 但偏偏我的眼里只有你 因为我现在还没有考虑这个事情 或者是我现在不适合考虑这个事情 我可以等你 别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 真的太可惜了 神仙姐姐采用了直接回绝的方式 虽然不是特别的残忍 但是已经告诉你绝无可能 然后接下来 郑璇宇对你旁边的那位 我们新来的朋友 求爱 小月 我 不太会说话 所以呢 不大概这么说 但是呢 我觉得你挺好 图蕾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有点不太想拒绝怎么办 在一起 你就说 对不起 不找外国人 我爸妈要求就太赢了 我真的就相信了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我在一起啊 在一起 我跟你说真的 我在卖书的后面 我都快答应了 就真的很跟韩剧一样 来吧 我们这次求爱成功 来 祝贺咱们 在一起 来 请坐 成功了 女性的拒绝方式 在我看来都可取 也很有智慧 因为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跟你是一样的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绝不留余地 好吧 所以说女性尊重自己的方式 尊重自己情感的方式 就是尊重他人 也尊重自己 有便有 没有便没有 来 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第一轮选择 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六千 六千 一定要在北京 对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看来都是求爱求婚了 来 接下来进入 天生我有财 我问一下这个冯斌呢 就是说 你第一项是运营类 而且呢你是在北新网 也做了运营的工作 也就是你自己认为 在北新网运营中间 你觉得成功的是哪一点 让你自己觉得 可以胜任这个工作 成功的 我觉得应该是 期间做了差不多不到一个月的一个项目 我主管离职之后 我是主要负责数据支持的 其实说实话 当时心里是有点不情愿再去做这个数据 因为我文科出身 但是我觉得既然团队需要有人来做个这个事情 并且把这个事情交给了我 那么我就需要去克服这个困难 于是我就是在进行就是上级交代的运营工作的同时 就自己学Sirco 学数据库的一些东西 一个文科生自己学数据库Sirco 那不错啊 考虑他的专业 他根本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的 但是他敢做这个事情 能表现出他还是比较主动的一个人 整个环节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平淡 就是说虽然你的整个阅历来看的话 比起前面很多求职者而言 实际上算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呢好像没有一个工作经验会让你特别的亢奋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生活中的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你生活当中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你干过什么疯狂的事 最疯狂的最不靠谱的一件事 最不靠谱的 对 喜欢一个 做神经的一件事 男生 然后就去健身房啊 结果成了没有 是想把自己变成变得更好 表白了没有 表白了 表白了 可以吗 十多个人追求你 你都不要 然后你去找了一个 然后成功了吗 他喜欢健身 向他表白 成了没有 没有 我觉得他的这段经历 这个讲述实际上给他加分的 就是他喜欢什么东西 愿意去为他做事 直接去表白 这个行为模式其实就跟他在工作中是一样的 其实他这三个公司的履历都不错 可是虽然他是在运营的一个基础岗 也许在很多企业基础岗是没有KPI考核的 所以他会做得很茫然 如果你再主动一点 你自己对每一个岗位有一个目标的设定 可能你就会成长得更快 原场表现吧 好像是没有太大的就是亮点 但是也没有太大起伏 就还算比较平稳的一个表现吧 第二轮选择去过零 不得了啊 你居然要炸灯啊 可以啊 谢谢大家 我也没想明白他怎么就炸灯了呢 12位老师都给他留了根 我想感觉到他是有一种潜力的 挖掘出这种潜力之后 他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我想他今天胜出的原因是因为 他有非常好的大企业实习的背景 工作经验 冯林是一个非常具有亲口力的女孩子 但是他可能因为太过年轻了 所以在他的求职道路当中 可能会有些迷茫 我希望在未来呢 他可以通过不同的职业 来选择他正确的方向 来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荐什么职位 直接进行抢人拼杀 从梅笑容开始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 就是我们银客律所成立的银客商学院 运营职位 薪水六千起 我给你的是我们一涛星空集团 旗下子公司 一代送的这个运营总监助理 他会亲自带你去教你怎么做数据化的运营 去定每一个细节 好 好吗 自己在北京 工资待遇是七千家 七千家 加了一千 中波 好 谢谢张总 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北京几米线下体验店的一个运营工作 我们给出的薪酬是六千家 我们健康有益旗下的第一款APP 叫只都是做减肥减脂社群的 在这里面运营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的工资是六千家 那理财饭给你提供的职位是运营 渠道运营专员 薪资是六千家 CUPG给冯林流的岗位是熊样项目事业部的电商运营专员 六千家 那通灵珠宝给你的项目是我们乐朗葡萄酒的微商项目 运营客服这样一个岗位 给你的工资还是六千家 我给你的是一个偏销售类的运营工作 工作地点北京薪资六千家 余景书 财家网给你的职位是运营专员 薪资六千家 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路上更加的开心和自信 谢谢 郑璇宇 他太夫给你提供的是我们的运营方面的manager的职位 然后工作地点当然在北京 然后薪资是六千家 好 谢谢 妮娜 我们北京做VIP大客户的一个服务专员 薪资就跟大家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更能激发你的小宇宙 薪资俑 我现在个人的助理岗位就是控制了 但我认为你需要先在运营部门锻炼一下 你先做运营总监的助理 然后三个月之后你可以做我的助理 工资是六千 而且我们提供助数学人宿舍 留下两盏灯 请考虑 不好意思 没等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谢谢您 她放过了张扬 最后是剩下一桃石和福能集团 那一桃石它也是一个运营的主委 然后有日文总监来带 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吸引我的一个点 PVGO是跟大学生结合的比较好的一个点 那我可能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 从这个平台起来的话 我觉得更能够 能更容易接受我意思 有请张扬 佳勇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揭晓 来 有什么问题问到两位男人 没有了 好 到底哪位能够赢得你的方星呢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一桃星空 福能集团 或者是谢谢在线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福能集团 我最后选择福能集团的一个原因 就是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人 带我去先了解一下 这个具体的工作是做什么 一个规划这样子 因为我从高中开始起 又整天琢磨这些挣钱的点子 挺喜欢 也挺适合的 做这些跟创业有关的事 但是现在自己的心智都不太成熟 想找一个大公司 一个好老板 带带我 另外想到一线城市锻炼团 李俊南24岁 河南人洛阳理工学院 故木工程专业 12位老板好 推荐人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叫李俊南 今年24岁 来自河南南洋 大学期间先后有过几次的创业经历 和一些想法的落实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寻求一份助理或者是管理类 或者是各位老总新开发的领域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推荐老师好 推荐人好 各位老板好 对我 唯独 唯独没说我 畏老师 我是计划好的 先问候12位老板 再问候推荐人 然后是现场观众 最后是给您交简历的时候再说 主持人你好 顺便握个手 你往回往得挺快的 主持人我真这么想的 算我原谅你吧 症 谢谢图老师 小瑶 来 你的推荐理由是 俊南是一个 特别能折腾的人 大学期间有 非常多的创业的经验 也挣了不少钱 但是他的这种 大学生创业和打工呢 跟可能大多数 在校大学生不太一样 他不是那种蛮干拼体力的 他会动他自己 这个小脑子 做了一些很多创业的 这种创业 然后呢 毕竟他是一个 非常执着的人 在上节目之前 其实已经跟 非你莫属的很多老板 在微信啊 微博啊 已经开始互动了 据说还要到了一些 老板的个人的微信账号 这个 我觉得是一个 挺有韧劲的一个小伙子 所以我推荐你 说说吧 我就向时间顺序说吧 之前做过物流 做物流的主要对象 是毕业行李的托运 我在物流公司 打了两三个月的工 对他整个流程 还有这个价钱 其实我后来知道 这个价钱是可商量的 他们公司 其实也有这样的指标 说每年要给大学生运多少行李 然后我这空子就来了 你赚多少钱 到我这儿是省内的是15 省外的是25 7 然后快递公司 你给他多少 7块 7块 省内的就是7块 你挣了一半啊 你挣了一半啊 对啊 虽然我挣了我同学们一半的钱 但是我也给我的同学们省去了 他要跑到邮政那儿运一半的钱 哦 那倒是 还干过什么 圣诞节期间组织五只小分队 卖特色艺术苹果 现场进行吉他弹唱 这吉他弹唱是这样的 就是当时我们24号晚上 就亲自带头 我们几个人一块到 你就说一块去嘛 都是同学还亲自呢 我还亲自上厕所呢 亲自呢 主持人你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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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没打招呼 跟这个没关系 我亲自给你打个招呼 为了吸引大家眼球 我们几个人想要抱了一个吉他 然后就开始边弹吉他边唱歌 那你会弹吗 我不会弹 但是我会唱啊 你唱一段我听听 唱什么呀 卖苹果能唱什么呀 哦 这个人就是鸟 我这个人就是鸟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 给我一个家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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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不是你当时那天晚上卖苹果的歌 当时唱《老男孩》 对啊 苹果在这都哭了 突然说老男孩我突然忘词了 说你唱这种歌 这苹果我能卖得出去 那苹果都不买了 你知道吧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你还记得吗 我真的是忘词了 好吧 好 愿岁月风干泪水不停 你像人中的我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李俊南 亲自用他的嘴给我们唱了一首歌 有没有人说过你做事特别的突然 就是我们在说唱歌还在聊的时候 你完全是不用一秒钟的时间 马上会切换状态 就来了 特别好 那主持人我能向您说 这个问题可以交给我女朋友吗 是吧 来问一下你女朋友把话谈 就是关于前两天 他是个反复无常的人 找工作 很突然 他老吓到别人 他反正就是想什么就敢做什么 就那种想到了就要去做的那种 那他追你也是突然之间想到就做了吗 那他也有可能的心突然不想要你 就不要你了 那倒不是 在感情方面他很执着 是吗 好了几年你俩 他亲自追你的 四年了 四年了 那不错 好了四年 好了四年啊 你准备跟他结婚吗 准备 那你还不求婚 好 好 好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现场求婚这事我搞过不少 但是全中国你第一次听见求婚的时候唱这首歌的 但是很有喜感 不错 结婚的时候我就是不忘二老 是吧 还有一种说法叫 媳妇是自己第二个妈 要好好孝敬 行吧 今天这事就定了啊 就这么定下来了 接下来看你工作找的好不好 来 新娘子 削着去 谢谢崔老师 行 我又继续介绍还是 你变得好快 你看 刚刚 刚刚是求职者突然新郎 新郎马上有求职者 你变换得真快 刚才还非常激励地唱母亲 行 行吧 角色转换得快也是一种效率的体现 但是希望你的这种转换是有新的 刚才说到你跟很多老板在之前私下底也有微信上的往来 是吗 你指哪些老板 刘洋老师 咱俩终于见面了 你知道她是谁吗 我当时在微信上跟您说过 我说咱非你莫属现场见 不知道您还记得吗 记得吗 记得就记得 不准假装记得 我把那个PV给我打成了POGO 我还说对不起我打错了 记得就有印象 你甚至写了一个很长 把你的电话邮件全部给我写出来了 是那个是吧 对对就是那个 那么佳勇我要问你你给他回复了没有 我给他回复了 他跟我回了一个就是PV给我是什么 就这样一个练剂 三天复制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其实不是 你想要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要的答案就是刘总注意到我 能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 我感觉只要给我一次面试的机会 刘总肯定就舍不得放开我了 佳勇你觉得为什么你没给他面试机会 因为我当时在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你是属于在校的创业者 我发给你的就是成为我们校园合伙人的一个链接 我让你去申请 然后第二点 他当时又告我 他会来到飞行默署舞台 对吧 他已经发给我了 所以我就当时停止了联系 我就没有再继续追下去 对吧 挺好 只是个很差事很合理 说他还有谁 还有罗敏 区分期的罗敏 对 还有谁 还有沐岩沐老师 还有沐岩沐老师 我就问你谁回复了你 只有佳勇回复了你说 这点要夸奖一下刘佳勇 真好 一般来说 当时特别受激励 对对对 你的偶尔的一个回复 可能会对一个粉丝 或者一个学生 以无限的力量 对 俊泰你觉得有些老板 如果没有给你回复 私信和留言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反正当时 第一个我是找的罗敏 罗总 我当时就一门心思想着 去他那儿 我就想毛遂自荐一下 结果没回复 我就天天发 天天发 但他依然没有回复 对 那你想对罗敏说什么呢 通过这件事情 我就想跟你说 罗总 有的时候 可能我们是求知智 但是有很多公司 也是很多求知智 让这些公司变得 慢慢强大起来的 我希望您能在以后 能向刘总多学习 就在这些方面 就是能跟自己的粉丝 或者是 异象来你企业的 这样的公司 你能跟他多互动 多交流 这样对谁来说 都是好的 这算罗敏也躺着中枪了 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你要给企业 一些更好的建议 你对这个公司的理解 产品的建议 他觉得你是有价值的 而不说 给我一个面试机会 对 这么简单 段总来教我经验 对 说到这个问题 其实我也可以回应一下大家 比方说 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粉丝 在链接里 评论里面 会要求要面试 我会看哪些人呢 说话很有趣的 有创新意识的人 我会看 他本身有干货的 我会看 而很多人虽然天天刷屏 但是他每天说的都是 没有内容的东西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回应你 所以这也是我给所有人的建议 我很感谢所有的大学生 在微博里面来跟我们互动 但是如果你们得不到回应的话 那是我们双方 就是你们要思考一下 如何获得对方的回应 你要与众不同 要有干货 明白了 所以你现在需要一个明确表态 是不是除了PVGO 其他的咱就不考虑了 不是 我的求职意向 刚才说很明白 助理 管理类 或者是各位老板新开发的领域 相关的工作 都可以 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三千 三千加有低于的限制吗 没有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大展全流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谢谢 谢谢 郡能 我觉得你是一个商业头脑很好的人 你的想法也很多 但是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想法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例子 今天你在你过去的大学期间 你坚持做下来的一件事情 写日记算了 因为我现在看见你这张申请表呢 第二个意向 工作意向是销售 是吗 我刚才听你上台之后呢 并没有听到你要找销售方面的工作 我不知道你的想法是有变了吗 不是变了 只是把它解释 解释变成了另外一种词语 就是各位老总新开发领域相关的工作 这里边的工作应该就包括销售 你说新开发领域是指什么领域啊 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刘总的 本来是福冬集团现在有一个PVGO 像沈总的 沈东军沈总的 他本来是搞通灵珠宝的 现在又有乐朗葡萄酒 也就是说你不去他传统的 就是他原来干的活你都不干 你只是心心领域去做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而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新开发的可能机会就更多 如果将来做好了 他是一个比较 说是比较聪明 但是沈小牛的时候 更加容易放简陋的因素比较多 如果他在未来 他求职中间 他都是什么选择 但是他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如果他不能一直建设下去 那孩子未来 他就是永远在不停地放弃 不断地选择 所以成功的努力就是很艰难 这是从刚才的一些经历 和包括在微信上 和老板们的互动 会发现你是个比较容易放弃的人 就跟人家罗敏互动了以后 然后放弃你 然后跟刘嘉佑 你有点很容易放弃 三分钟新鲜的感觉 有没有这种 我承认 有吧 有 今天的人 简单有意无意地 也能说到我身上的这些毛病 但是没太留意 今天各位老板说的挺准的 其实我觉得呢 不管是助理 还是你提的这个销售之位呢 他需要的都是一个 心理素质要非常好的人 而且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 刚才那个去分期的罗总呢 可能仅仅是因为没有回 你的这个微信 你就没有再坚持 那比如说今天让你去打几百个电话的话 你觉得你做得到吗 你觉得你今天一定能坚持下来吗 简单回应一下 我们第二轮开始选择了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反省一下自己 你们看到的都是真实的 我无论是可能有优点 也可能有缺点 但是现在的情况来说 缺点可能更多 但是我想走出校门 踏上社会以后 面临的更多是残酷和社会的竞争 我会有一种 我会像在学校一样学习那样 当年考高考那样 去学习我应该学习的知识 那你这句话简单的就是说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真实的我 但也只是部分的我 也只是现在的我 经过今天的应聘 我相信将来的我和现在的我 绝对不是同一个我 就可以了吗 第二轮选择 居货流 灭了这么多 还有四人 特别老师 我必须得说一点 你说一下 说一下为什么灭灯 因为我一直在观察他 我觉得他有几个性格的缺陷 我特别的不喜欢 第一个就是一直以自我为中心 第二个就是焦虑的时候很偏执 这不跟你很像吗 不一样 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那我充分地感 我非常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说一旦他进入一家企业 如果他的老板对他 有一些过分的要求 或者让他做了一些委屈的事情 他可能会反过来恨死你 比如吵到你 反过来恨死你 报复你 这是我最为担心的问题 谢谢老师 来 我们听一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张阳开始 我们一套星空集团也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刚才你想做新产品嘛 这是一个产品叫一代送 是在校园内做这种大学生的兼职平台 这个是主要在各大学去做校园推广 那么总部在北京 五八同城给你提供的岗位是销售专员的决策 先从销售做起 学会被拒绝 弃而不舍 我觉得TATF能够给你一个不停的刺激 希望你能加入TATF做一个策号方面的一些工作 其实我是非常看好你的 但第一轮和第二轮 你应该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果 其实这里面你犯了一个大忌 就是试图讨好所有的人 当你切换模式快的时候 有人说你职场缺乏稳定性 但另一个解读就是你点子多 你头脑活 有的人会看中你的优点 但另一面就有人认为这是缺点 所以说作为新入职场的人 千万不要试图讨好所有人 你坚定你的目标就是OK 所以我认为将来你是一个创业的苗子 而且我认为你将来会是很优秀的创业的苗子 而且你要记住 真正内心强大优秀的人 他一定是不一样的烟火 所以我愿意给你PPGO项目的管培生 你的输出方向是销售或者是产品方向 因为我认为你是有产品感觉的 是销售总监助理 或者是产品总监助理 都是有可能的 接下来考虑一下 四盏灯当中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谈情和感情 请揭晓 五千加五千加 一代送PPGO 好对手 来 有什么问题想问的两位老板 你好 您的这个事跟刘总的有什么共同点 或者是比刘总好的地方 共同点都是帮助大学生解决一部分质为问题 但是我们解决的这个核心的问题不一样 我们是在帮这个第一次 快递这行业 你知道很缺人吗 尤其是闪送 我们只要一小时快送 因为你送很多货的时候 你需要有这种校园的内部的一个快递的体系 那么我们搭建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态体系的底层 好 谢谢你 对 没有问题了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一桃星空 福能集团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福能集团 最后选刘总也是因为我的一些想法 需要刘总帮忙 希望能在刘总那儿发展得更好吧 大学的缠水价基本上都没回过家 收费和学费基本上都是自己赚的 在大学从事的这些东西里 对市场拓展算是比较有了解的 感觉如果是从事市场拓展的话 对企业短期带来的效益应该会好一些 而且自己个人也比较喜欢这种有挑战性的工作 压力越大 动力越大 田奇21岁山东人 山东理工大学经济学专业 主持人好 推荐人好 在场的12位老板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田奇 今年21岁 现就读于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经济学专业 大三在读 今天来到非尼莫属的平台 希望寻求一份助理类管培生以及市场拓展类的工作 有一句话叫越努力越幸运 我也希望今天可以幸运地找到属于我的伯乐 正式开启我的职场之旅 谢谢大家 谢谢你很高的我的选拟 田奇是一个非常刻苦乐观的女孩 大学四年 学费生活费全部自己挣的 有出息 然后呢 最后来北京 是自己第一次化妆 第一次远途旅行 是吧 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女孩 但是呢 活得非常的乐观 她还有一大特点 就是特别能聊天 特别能跟陌生人聊天 好肉点 莫肖说特别合适 特别能跟陌生人聊天 咱聊聊 好啊 聊几块钱呢 第一次化妆 女生不是从大二就开始化妆了吗 因为 从血盆大口化到樱桃小口嘛 是吧 可能是因为我那个 平时出去的时间比较多啊 就没大过得上啊 就是 那这次为什么要化妆呢 面试化妆是最起码的尊重 那你觉得你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漂亮 觉得自己最漂亮了 行吧 跟你聊聊啊 大学期间干了些什么呢 不说我干的最好的一件事 我觉得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件事 可以吗 可以 就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是一个学霸 纯学霸 你啊 对 学霸还有纯学霸 天天学习嘛 不会别的 然后上大学之后感觉不应该这样嘛 然后就在大一上学期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 他们都去社团了 我就家里一个社团 然后剩下我就看中文来我们 他们家哪一个 我绝不去 我要去另外一个 他们都家很多啊 就交很多钱 各种去社团都要看一下呢 我就选了一个 其实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没有通过 那个学长就通知我 其实也没有过 因为我觉得 那时候确实自己没有什么水平 就呆呆的一个模样 呆呆的一个模样 对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我不能那样放弃 我就跟那个学长又聊了一段时间 又 你很会聊嘛 对吧 然后他加深了一下印象嘛 就把他聊垮了嘛 就进去了嘛 就进去了嘛 进去了 然后我也没有白进去 接着我就 他们让策划一个大行事 就谁策划 谁的策划方案过了 谁就可以主办这个party 然后我就 为了写这个策划是通修 我觉得我一定要办成这个策划 然后我就 真的就写成这个策划了 然后还办成了 那你上天 你的手上写了一个什么字 什么意思 不要 他手上写了一个字 三个字 别多话 但其实他话还蛮多的 那现在是你控制的状态 他已经控制了 他被控制我得死掉 被他聊死 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拿出来 觉得最值得说呢 因为那是我大学干的第一件事 我以前是一个挺自闭的女生 就因为干了这件 你还自闭呀 因为我当时就是 觉得自己家庭也不好 成绩也不是很好 长得也不很漂亮 漂亮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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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当时就觉得挺自闭的 对 然后上了大学之后 我觉得我不能这样 我觉得即使装 我也装出很自信的 装都装出 对你有时候你就出去 你不能就觉得怎么样 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就慢慢地干一些事 也自己确实有了一些自信 但是不够完全自信 但是还可以吗 像你这么能聊的 做你男朋友得怎么办 我男朋友很听话 就不太说话 我男朋友很听话 天琪是典型的 小鸭子划水 典型的女孩 我男朋友很听话 她怎么听话呀 怎么不太说话 怎么不太说话 就是我说她听着 因为我觉得两个人 就是性格可以有一些互补的 否则的话 一个太能说 另一个也太能说 就吵起来了 其实我在天琪的身上 看到了很多我自己的影子 更多的呢 它展现出的是一个 敢听敢干的女孩子的形象 我觉得话多 不是一个缺点来着 因为这个是你沟通 表达的一种方式来着 但是就是有一点 你说话有点快 对对 你可以稍微慢一点 对 我现在已经慢了很多了 你已经慢了更多了 对 我的性格是对我妈的 但是你那么爱说话 你不需要对方 有一个人跟你互动吗 你那么爱说 你男朋友很安静 不需要 你听着就可以了 其实那个好姐姐 好姐姐 好姐姐 坏姐姐 听话 好姐姐 平时呢 说我自己一块 我还是挺沉默的 就 分人 分场合 你千万别沉默 你一沉默的话 我都不适应 分场合 我觉得 就像这种 我觉得我应该展示出 就是 最好的自己来嘛 就多说一点 让老板多了解一下 什么时候应该少说话呢 就 正式的场合 比较严肃的场合 而且我还觉得 如果你太过伪装的话 进入企业 老板以后 还可以发现你的缺点吗 还不如一开始就展示在老板面前 让老板给改一下 天气大家都很喜欢 我觉得快乐本身就是一种资本 我觉得他身上有蛮多大学生 可以去借鉴的地方 我觉得你身上还有一个亮点 你刚才一直没有讲啊 就你大学四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都是自己挣的 那你都通过什么赚的钱呢 大家通过什么方式 对 介绍一下 其实最败的一种赚钱方法 也是最累的 最有效的 就是我暑假 寒假都没回过家 就是回家待几天 就是干家教嘛 最多的一天是 最多的时候是夏天 一天干四分 就从早晨到晚上都不停的 而且晚上回宿舍之后 我还把一个 就是外地的小女孩 就接到我们宿舍 晚上回宿舍之后 我再给她补习 补习到十一点 就是这样 教什么呢 初中的数学 物理 化学 我一般不带高中生 我不想无人子弟 就初中 还有意思了 继续讲 初中就是初四的 这样的可能就高一点五十 就也看就是 确实有时候看家长 像那个东君儿 你一般玩他要价多少 一百 一百 像那个 太少了 二百五 像那个土豪这个刘家勇呢 也是一百 老板都一样的 行 他在他身上有意思的 像他的市场 这反映出来的是 他市场意识很强 不够有意思 还有能力 像 像 像 他在心直口快 手舞足蹈 再明确一下 最低星星不低于多少 三千 因为我还是实习 有地域的限制吗 北京或者上海 为什么是这两个城市 我觉得大城市发展大一点 我趁着年轻想多看一看 那万一你男朋友不来呢 让他来呀 他也是不来呢 他不会来的 他说了 听话 放心吧 控制他 听话 对的 好 第一轮选择 去活龙 没有一人会灭你的当中 都喜欢你 他能聊但不让人着烦 来 记录天生活有才 准备了什么 第一幅是我大学印制的部分传单 他验证了我大学努力的每一个瞬间 下一张 这一个是我们的创业团队 上边那个是主要的创业人员 下边那个是加上部分的宿舍楼代理 这边呢是我们弄的一个理工报 下边是我们代理的周辰烧饼 以及他的那个数钱书 下一张 谢谢 这个单也是我设计的 辅导班 当时打了一个四人定制的名号 因为我觉得现在辅导招生太难了 就想了一点别的 下边最后两张是那个 发传单声盛矿 就很多人 盛矿掉得满地都是盛矿 对 好多人呀 好多那个辅导单位 没有了 谢谢 虽然说自己干过一些事情 但是没有 因为我们的地方小 没有特别正规的企业 没有正式进去实习过 对这些就看各位老板子 还是个智商小白嘛 对 智商小白的 那个天琪 我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这个葡萄酒 是会未来的一个趋势 但是不可否认 中国有一个传统的 喝白酒的一个习惯 对 那么法国葡萄酒 要到这些地方去推广 要改变他们 那你作为一个渠道的拓展者 你如何去说服他们 去来做我们的微商 首先我觉得 如果一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它这个 你说那个绩效制 或者就是这一类型的制度 就让他们有感觉有那种 可发展的那个前景的那个欲望 再者就是 可以让他们先品一下吗 先让他们了解一下 品的就 他们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好了 才能真正去做了 那怎么能品 一品就醉了 少品 还有红酒 品酒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 品酒会 而且我觉得就可以 弄一些 就是红酒大使一类型的 平民化的 就比如说 微商做得特别好的 可以选出一些大使形象来 然后做一些宣传 我觉得 不一定就是非得要特别好 出名的明星 他也有好的宣传效果 我觉得像你这样就特别适合 形象好吗 又喜欢说话 形象非常好 你还有一个求持一项是助理类工作 是吧 做过助理吗 我在我们社团做过会长助理 你想做谁的助理 郝总 郝总 这么坚决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郝总是性情中人 而且郝总很孝顺 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因为酒量跟酒量 你等会儿 你这话就出问题了 那谁不是性情中人 对啊 我也想说 谁不孝顺 不是 可能是我觉得 我更孝顺 你看言多必失吧 我看那几个字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跟郝总比较像 比如说颖总吧 很漂亮 神仙姐姐 但是就感觉有种 有距离感 也挺孝顺的 有什么感 有什么感 听他说的 你不觉得我跟你很互补吗 郝总 你的脸型长得很像我妈妈 所以说我害怕 就这样的话 我问你个问题 你工作的伙伴 你愿意是跟你一样的人 还是说跟你不一样的人 你喜欢被严格要求 还是喜欢被放养 我喜欢被严格要求 我觉得我是如果你 把我放在一个高压的环境中 我就可以成长特别快 如果你把我放养了 有可能我就自己 也是有一点多性的 我感觉也是 所以你应该选择我 我这里有一个提醒啊 其实你现在是大三 对 其实不见得出来 一定要做总经理的助理 对 可能你们还不具备 这样的素质和能力 其实倒是应该想想 你进入哪个行业 从哪样一个岗位 去做某一个专业 岗的经理 或者总监的助理 对 这倒是应该考虑一个方向 那你有选择吗 他接下来就会有选择 看你先不给 给不给 你是相受类的助理 还是运营类的助理 我倒是觉得他那么爱说话 不太适合做助理 因为 不太适合做东京的助理 老总的一点秘密 都被你说出去了 不是 不是的 我仔细很厉害 你也有很多秘密 你的秘密太多了 你的秘密 是这样的 我是平时嘴很严的 行了 行了 我这谁信啊 谁信啊 谁都不信 你看你刚刚这么一番话 把你的家庭情况 男朋友等等 全都告诉我们了 跟你聊天好快乐 第二轮选择 去火流 不是要炸灯吧 要炸灯 今天是第二位炸灯 这是一个实习感觉 好 转转灯全流 谢谢 来 我们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十位 接下来 我能说一句吗 你上手 老板我想的是 我虽然是实习 但是我想就可以在一个 企业一直待着 我想就是大四之后转转 接着可以在企业里 就是 你不用表忠心 干得好 人家死也会把你留下来 好吧 他不是表忠心 他是怕点给工资的时候 都按实习工资给 他其实已经全职工作了 这个意思是吧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 你股票还蛮多小九九 不是这个 这不是我想的 不是你想的是吧 好 大家可以抛出薪酬和待遇 来 从美向荣开始 你的职位请的是 有一个职位叫管理评议生 因为银科是亚太规模最大的律所 同时呢 我们也有这个互联网金融律经所 做互联网的投资理财 第三个呢 我们还有银科的海外 海外中国中心 主要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啊 移民留学提供一个一站式的服务 这三个单位都给你留管理培训生的工作 工作地点你可以最好 我希望你能在北京 可以 这个薪酬5000加起 我们一条星空集团为你提供的岗位 是我们旗下全资子公司一带宋 给你提供一个市场拓展类的助理的岗位 然后薪资待遇是5000加 然后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吉米无品电视的产品经理的助理 工作地点是在成都 吉米可以给你提供实习期间的来回的机票 还有在成都的一个住宿 工资是4000加 健康有益是专注于做健康类全资应用的一家公司 给你提供的是我们旗下的一款APP 叫纸豆室 是做减肥类的社群的 那在这个项目里面呢 给你提供的是活动执行 工资是5000加在北京 那我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我们的渠道运营专员实习生 因为我们的实习的话 我们的标准也很统一 就是200块钱一天 KFG欢迎你给你留的岗位是 我们现在新的明星资本牌 熊样事业部的营运总监助理 那我给你呢两个岗位 一个是拓展专员 微商拓展专员和微商培训专员 好 谢谢 我特别喜欢你 那当年助理吗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想让你当我助理 因为我觉得你简直就是一开心果 就是每天看到你这么满满的正能量 就会特别开心 然后我觉得和你一起做事也一定会特别愉快 我给你的是我的助理 然后在北京 然后工资是5000加 谢谢 我今天代表财家网给你的是市场拓展助理的职位 薪酬是5000加 他要付给你的职位是接着当我的助理 帮我做很多协调的工作 然后跟着我爸一起工作吧 我想给到的机会是运营方面的管陪生 那么工作地点是在上海 薪资也是5000加提成 我愿意给你我们客舰部管理陪训生 我给你的工资是5000加 但是还有住宿 好 谢谢 考虑一下灭掉市场留下两展 回到这儿 去吧 有请梅上荣 豪颖 谈钱不商感情 请揭晓 都是5000加 老梅 你觉得你被留下的原因 因为郝颖她的助理的那个位置 其实很有诱惑力 实际上是这样 天奇 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她上来以后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 一切可能性都会发生 我刚才讲的三个单位 我都希望你都留给她 而且在她做完管理陪训生日以后 完全根据她的能力 来确定她的职位 那我可以说一点 就是我也是从这个农村过来 我花了七年的时间把银科 从一个默默无万的小锁 打造成亚太最大的利索 现在我也在全球 在建银科中国中心 帮助中国企业组组组去 在三年前 我是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 但是今天我可以用英文做印加 我就告诉你 只要你去付出 你去努力 你就一定会成功天奇 所以这就是我看好你的地方 好 谢谢 还有问题要问吗 没有了 考虑15秒钟 做出你的选择 银科绿云 韩树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韩树 自己一直很喜欢郝总 就是特别想当他的助理 跟着他一起学习 变成一个他那样的人 学营养大概有十年了吧 饮食人们越来越重视 然后营养的面也比较广 包括照顾家人上面 自己也发挥了余热 我觉得我学营养特别幸福 所以说我在营养的这个路上 以后会坚持地走下去 为这人努力 冯玲 29岁 山西人 河北医科大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 各位老师好 推荐人好 各位老板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叫冯玲 今年28岁 毕业于河北医科大学 营养与食品卫生学专业 内蒙古人 现居天津 读研之前 有两年营养学相关工作经验 今年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要寻求一份 与营养 健康 美食相关的工作 或是各位老板 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各位简历 冯玲 学的包括之前从事 都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 就是营养师 当我拿它简历的时候 我在想 那能够去什么样的企业工作 仔细一想 其实可能相匹配的还不少 比如说冬军 对吧 比如说咖啡之意 比如说纸豆室 这样的一个高级专业人才 我觉得在非你莫属 应该是会有一个非常高的 面试效率 来吧 拿干物出来 谢谢你 大家看得出冯玲是个妈妈吗 看不出来 孩子多大了 孩子快九个月了 快九个月了 才当妈妈不久 对 那你身材恢复得真好 老公来 老公在下面呢 老公来了 来你好 这有个营养师做老婆 很幸福吧 对啊 每天都可以吃到 变成花样的各种营养的食品 那他对你会不会有一些禁忌 是绝对不允许你吃的 这个家里吃的饭很清淡 这个不让吃太咸的 不让吃太油的 方便面让你吃吗 偶尔可以解净一下 那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呢 也是偶尔解净一下 也是偶尔解净一下 让你喝酒吗 让喝 但是有 要多 其实要是娶一个营养师 你就少多少乐趣 味道里面 那么多好吃的 好玩的 我在家自己也会做 比如说披萨 饼干 自己也会做的 做的也是很美味的 并不是说大鱼大肉 就是特别油腻的 才是美味的 我跟你讲 有中国有句老话叫 千金来买老来瘦 我以前有一个中医的老师 就跟我们讲过说 人瘦就一定健康 因为瘦腰小 人的五脏六腑都在腰这个部位 胖也是从这儿起 所以当你瘦的时候 五脏六腑的运行 就是很健康的 胖就不会运行 顺畅 所有的疾病就是这样来的 你就说你健康呗 我是很健康 你健康什么呀 晚上深更半夜睡觉 对啊 我又不睡觉 我还能不生病 不是 但其实 尹峰我真的觉得 是一个奇怪的特质 因为他吃的饭量比我都大 但你是其实不胖 而已 但是你知道 其实我在家里吃饭 还挺讲究的 不不 其实这点我要想问冯林啊 就是因为学医有两个论调 你有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说是其实你胖与瘦 都是由你的基因来决定的 另外一个说环境论 对吧 说你吃 各方面都要注意 才会引起你的身材变化 你更支持哪个理论 我觉得这两个要综合考虑 就像有些人说 人们胖瘦还是看体质 有些人说喝凉水都会胖 就是说他觉得这是体质论 就像您刚才说的 但是我觉得后天的习惯 还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大部分的家庭 都知道这样了 有很多他文化水平不高的 他也都知道 因为现在互联网发达 大家都有一个学习的心 都会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其实我们之所以做不到 像比如说图磊老师 他做不到 徐瑞老师做不到 并不是说他不知道这些知识 而是他控制不住 但是这些并不是 你营养师可以做得到的 你作为一个专业 它的存在的价值 我就在想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对于心理干预 这方面的要求 以后应该加大力度 如果说从利于他的 这个方面说的话 您如果这样吃的话 会对您的身材比较好 对于您今后的工作 会更加有精力 也是从一些心理上面 可能对于他的帮助 他的依从性会更好 这个我们之前在 做营养咨询的时候 有遇到这样的 有小胖子呀 或者是有一些孕妇 怀孕期间说营养师 我真是不能爱你这样吃 我公司 我每天中午都不回家 我每天都在外面吃 但如果您提到 这心理方面的 我觉得 如果我从这方面入手的话 可能会对他的帮助 会非常大的 我们很需要营养师 说句实在话 在座的没有一个 没有哪几个是真正健康的 说句实在话 我呢 最近经常身体是 只有一项超标 薛脂 超了四倍 我该怎么办 饮食上 您平时爱吃肝脏之类的吗 就是内脏之类的 喜欢吃那个下水啊 内脏之类的 这些东西 跟他一样 那些是绝对不能吃 胆固醇 胃容易高 就是好吃嘛 所以说营养师很重要 未来这个职业会火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私人营养师 其实你都知道 但是你控制不住嘴 我都知道 憋不住 我们认为精神的愉悦 管不住这张概念的嘴 精神的营养 比物质的营养更重要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瘤 那个最不健康的人 马上把灯光灯给灭了 那个最不健康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财 来 PPT 好好的解读一下 为了让营养学接地气 有好多原来学员也是问我 那我吃的时候面啊米啊 我没有这个量化的概念 对于营养学 大家都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 我今天在这儿呢 就小时牛刀给大家说一下 也就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居民膳食宝塔 这07年的居民膳食宝塔 那我把一个全日的食谱 给大家展示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有一个量的概念 在外面吃饭 比如说我吃多少 这个是一天的 对 这是一天的量 你这一天食谱里 连个肉都没有 对 我觉得你这个太少了 我一顿都比这个多 这宝塔中 骨类鼠类杂豆 是250克到400克 这个是100克的大米 100克的面条 105克的窝头 还有80克的土豆 蔬菜类每天要吃300到500克 就大概比如一斤 这个油菜是 这六头油菜是250克 两个香菇是50克 黄瓜这么长是100克的 胡萝卜也是100克的 这个蔬菜是300到500克 鸡蛋的话25到50克 为什么这样写呢 因为现在建议一周 大概吃4个鸡蛋 鱼虾类75到100克 这个虾是135克 6只鸡尾虾 牛肉 这也就是好多 刚才比如说 徐岳老师问我 说我每天吃这好几倍 每次在我讲课的时候 学生也会说 说每次吃大概 有些男生说吃七八倍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两的牛肉 居民先生指南 建议我们每天只吃的肉 就是这么点 对只吃这么多 这是为什么好多人 大幅偏偏偏比较多的 吃海鲜火锅的时候 这个随便下都是下 你讲解完之后啊 让大家觉得 我们虽然对生活 都没有兴趣了 不会不会的 确实因为你生活 就是吃喝玩乐 吃是一大享受 对啊吃喝玩乐 就是一大享受 但是健康的话 健康比 风铃 我想问一下 你周围的人 大概有多少人 能真正做到这个事情呢 并不是说 天天都会按这样吃 有时候 大多数时候按这样吃 但是有时候的话 大家也就像 我老公说的 有时候会解禁一下 想吃一些美食 也是想享受一下外面的 比如烧烤啊之类的 但是在家 我也会做这些 我就是觉得 你这个读书啊 还是读了死了一点 还是机械地 在理解健康的问题 其实我吃的也很多 但是我觉得 我们不能格列地 来谈营养 其实如果说 再加上健身 我经常也是大吃一顿 但是我吃过之后 我跑八公里 我八公里一下子 我经常每个晚上 是要消耗 六百大卡到七百大卡 那也就是说 我那一大顿 其实把它消灭掉了 我呼应一下 那个东军的逻辑 因为东军逻辑 是很正确的 现在一本很著名的书 叫激励机制 包括从社会激励 到这个人身激励 到减肥激励 都有这个 其实就是当你 如果过分 强制地要求一个人 和这个饮食也好 包括干嘛也好 最后都是会形成 暴力性的反弹的 社会有这个原理 所以其实刚才 东军的逻辑 是有道理的 你说这个东军 说的还是有点刻板 你看啊 他们在说起营养 如何吃 怎么营养的时候 都说的头头是道 个个都是营养师 好像都比你 都要专业 但是坦率地来说 他们肯定没有你专业 但是他们说的很有声趣 就你说这个 就挺刻板的 就感觉你在说 这个动作过程当中 我已经俨然成了 一个机器 我觉得这个来一点 天天抓药似的 就是吃药一样 如何能够让我们 活得又健康 同时又性轻一点 对又有趣 对对对 要健康也要有趣 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反对一下 反对一下 我觉得冯玲 现在状态非常好 我现在就喜欢他这种 淡淡的感觉 行行行行 状态很好 状态很好 不光是你一个人要招他 我知道你肯定会招他 那别人也想招他 我的意思是 他不需要变得更生动 因为在一个公司 把这个营养和健康 健身 所有东西规划起来 这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我们选吧 他只需要做好 他自己就好了 第二轮选择去国陵 现在交给我们团队来做 就是留他们仨嘛 你也参加是吧 四个是吧 行 没有 你是招一徒的 你来当他老师 好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我会把他教好 我们接下来听一下 他们推荐的职位 来 从张杨开始 我们一桃星空呢 集团旗下的食材管家 这个产品 给你一个提供 是做我们的这个 营养方面的文案 就是你帮我们把食材 有机的这种食材 和这个营养方面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去打动消费者 然后这个地点在北京 可以吗 先考虑考虑吧 夏宜 健康有益是一家 专注于做健康类 垂直应用的公司 我们按照我们 整体公司的战略规划呢 我们应该是从头到尾 都要做健康类的公司 所以你学的这个专业 不只是目前我这个阶段需要的 是公司长期都需要的 所以关于营养这个部门的建立 是我现在要着重考虑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现在考虑入职呢 我可能会给你一个 就是指都是这个产品上的 内容运营和用户运营 所涉及的这个板块呢 基本上都是营养和健康饮食方向 我们是在北京中安村 其实我觉得冯林非常非常好 可能现在大家看到咖啡剧的时候 没有太多感觉 但是真的当年创建咖啡剧的时候 咖啡剧的时候 我就是从白领健康 营养的角度 设立了我们的餐牌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咖啡剧餐厅里的结构 是跟所有的餐厅和咖啡厅都不一样的 我非常坦诚和严肃地告诉大家 尹丰之所以这么多年 现在保持这么瘦 真的是我80%时间在咖啡剧吃饭 真的 我觉得我们通过咖啡剧 以及咖啡剧线下的四个品牌 我们一定能把美食健康的营养概念 真的生活化地推广出来 所以咖啡剧给你留的岗位是 我们研发部门的美食营养师 我们非常需要你 欢迎你加入我们 我们乐朗葡萄酒的微商 除了我们销售酒之外 还倡导着一种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们给你提供的职位 是我们的培训师 通过在介绍葡萄酒知识的时候 也把我们健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理念 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介绍给我们所有的微商 传递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 因为互相公司里面 每个人都非常昂贵的 因为成本也非常高 然后我希望他们都保持 很健康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希望搭建一个 管吃的一些制度 意思就是说 我希望你过来跟我们一起搭建 去管理 管理我们所有的团队的一些 健康的一个体系 你会很奇怪 为什么我给你留灯 但其实我告诉你 咱俩是最契合的 第一 我也学了八年医学 第二 我们现在马上出一款产品 就是瘦身产品 因为本人 我本人就从180斤 到现在135斤 我瘦了45斤 你的医学和营养学的背景 你做产品培训师 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我愿意给你 产品培训师这样的岗位 工作地点在北京 我相信你29岁做了妈了 虽然人家说 生一个孩子傻三年 但是我相信你 还是有自己的专业判断的 好吧 剩下的六盏灯当中 灭掉四盏 留下两盏回到这 好吗 来 请 你好 你好 谢谢张总 以后还得多三套 有请尹峰 雨昕 谈钱不商感情 好 七千家 八千家 来 有问题 想问两位老板吗 我想问 就是对于我以后的 精神空间和发展空间 我想问一下 尹总和李总 刚刚我也提到 营养这是一个部门的建立 不是一个岗位在招聘 所以我们持续 会把这个部门体系建立起来 而且你那么长时间 我觉得从年龄来说 也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 还有从你的这个学习和进修来说 我觉得营养学 我自己也是二级营养师 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 还有非常多要去掌握的东西 不仅限于此 所以在未来 不管是职业规划 还是学习规划 我在这个部门 我觉得我们都会考虑的比较多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魅力在于 Katio 15年的基因管理的基础 我们在这个企业的建立之初 品牌 美食的基础 就是健康营养 未来我们发展的方向 也是以这个为主 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专业的东西 刚刚大家说你都是把知识 原本的照搬 是吧 在我们这个系统里 你可以把你专业知识 非常生活化地传导给大家 然后被所有的人分享 来 15秒钟时间 请考虑 以往在念这个环节的时候 会觉得特别奇怪 一定是两家公司 但这样一念的话 就像一家公司 咖啡之意 健康有益 或者是谢谢再见 请问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咖啡之意 健康有益 这家企业 我之前也有留意 也非常喜欢那个老总 然后老总也是比较器重 但是考虑到工作的地点 因为咖啡之意 在天津也有分店 然后工作时间的话 也是比较弹性质的 所以我后来 还是选择了咖啡之意 菲尼莫属 由港容蒸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蒸蛋糕 菲尼莫属 港容蒸蛋糕 好吃不上货 叶医生 谢谢大家的陪伴 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谢谢